前期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好抓的地方啊这一局 不带猛蓝冲击啊不带猛蓝冲击 我自己是不带的 我自己是不带的 我现在我带红色我基本都带眼球 除非玩假设玩什么螳螂啊 你们如果说玩南刀奇亚娜就带猛蓝冲击 除了那种是纯刺客之外其他英雄我感觉像我南枪我也不带 这个性价比我个人感觉高一点点 我反正一直带这个 这个能给你加多少能加18点攻击力和30点法强 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前期对面打架还是比较猛的 前期什么蛇女南枪卡特比我们中上也要猛多了 猛太多了 前期可能鲁娜会有点小优 前期可能鲁娜会有点小优 他人会陪到你 谁动都行 就像大��啊 要过来 这身价里这身呢 有 是 我 自 他刷F6的话下一个应急刷对面蛤蟆 这什么意思 不是 不是这这 我有点 有点玩不明白了呀这,这什么意思 对面这干嘛呀到底 这玩不玩呀 他能一兵了好像 太疯狂了 走台 漂亮漂亮 说了前期他们打架是比我们要猛的 8个刀 这个河蟹先不要动,河蟹跟他F6是下一个印记 控一下 怎么会发动呢 我要打架最后 涂空 他 砂 抹 能不能够 稍微等一下吧 下一個F6應該還有個10加10秒也要刷眼界了 但卡特可能會在 不要南槍吧 南槍應該不會來下班去,他應該是從下往下刷 那麼下一個印記大概是對面的一個石頭人 我們刷完家裡這兩組野怪去石頭人吧,石頭人應該還有30秒鐘頭刷線了 好,石頭人已經刷線了 大概率是印記 好來了 看這波吃 鹿鹿 走吧 可惜我不想給 想打呀 有規律啊,他不是有規律兄弟,這個是要算的,不是說你懂他的規律就能算得明白的 你得知道對面打野在呢,他刷了什麼野怪,你才能算得出來信息會刷在哪 不是 我怎么大失误啊 究极大失误,我为什么这个惩戒会 想删自己两巴掌 他突然一个AQ,AQ好像给我吃了个烟雾蛋还是啥 这好难受啊 说实是有点难受 在发熟人吗 好难听 闹麻了我干 我希望这一个能有一双强壮的腿 哥们只能走了 挺帅的 蛮帅,这个我嫩 那你没闪了吧 我先控掉小龙,控掉小龙再去上路搞一波蛇女吧 男枪打得很壮,知道吗,男枪打得非常的壮 哇,他打得真的有点不带脑子玩这个人 人家、打得不够 她还硬了 我先用胸部 跟后来 有点 然 好 来呗 接着来 好 我们看能不能拿个草丛 这一支是印记了 就是三支里面靠着墙里面这一支是印记 你先杀另外两支都不会给印记 就杀这支就会给你印记了啊 蛇女装备挺好的 他冰葬了 不是随便一支啊 不是 他不是随便一支的 就是里面靠墙这一支就是印记 你只要把这一支吃了就会给 你吃任意 任意一支都不给 只有这一支 蛇女装 诶 他踢下了 他踢下路了 男枪刚是不是反我红去了 果然 男枪带着红 他家的红buff还在 刚刷新 谁说蛇女刚刚直接不吃线去我上野区了 他去我上野区帮男枪反我红buff去了 我上野区了 这人是 直接看R就行 卡托伤害好高啊 卡托伤害好高啊 不抏 钰子 卡托伤害好高啊 我上野区便利 他本身的 好好看 跟她撞看 呃 这不小心 我上野区便利 我上野区便利 我下野区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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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敌人 停下 我无敌了,我无敌了 这我确实无敌了 神有没神 小龙一击有时候有bug 这个是有bug,不知道啥时候修复 小龙一击有时候会等个两分钟 这个bug你看,正常说的印记,小龙出来一定是印记的 但是他没有给为什么 好现在才给 有bug的兄弟们 一直不修复 搞得我们完全觉得 蛮苦恼的 评论 撒个下也去吧 蟹子好兄弟啊兄弟们 好兄弟好兄弟 这蓝枪一直在偷野怪我干 下把带他,你知道这什么局吗 你知道这什么局吗 还带他怎么带 大龙吧 给兄们开个重粉模式,没卡牌子的可以卡牌子,抽个红包 谢谢,平时需要一块钱卡的粉丝牌 上天是只要一毛钱,参与就必获得粉丝牌了,等下没卡的可以帮个忙卡一卡 支持一下,谢谢 让卢西安推就行 这蟹子 就是一个人打得好不好,看他的意思就知道了,我讲就是说我一级跟南枪在那里红buff 就是拉扯的时候他能够 手机兵线过来往这边靠,我给你讲,当时我就感觉这个蟹子我打得挺好的 你知道吗 当时他能够那样子情况下不要一级的线 直接来我也去支援,你就知道,你就应该知道这个人打得不错的 我想帮他顶,我就没开大 没顶住啊 我的我的,我想帮他挡的你知道吗,确实挡住了 但我这个大招是个范围爆炸 挡住了又好像没挡 再来 大招是个范围爆炸 也很像是个范围 restrict 阿亚 对面点了是吧,我说怎么突然就顶不上去了